大家好,我是莉夏 今天来聊一聊这个蟹枣篮度夏 因为最近有很多花友问我这个问题 为了让这个蟹枣篮不死的夏天 我做了两件事 首先在这个温度超过30度的时候 我就把它从这个多肉去搬走 然后放在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夏天是晒不到太阳的 而且冬冬也还不错 另外这个浇水方式我也改变了 之前是从上面往下浇的 现在的话我采用了这个浸盆的方法 把它放在了装有水的这个仵器座 这样的话这个水就会从底下往上吸 用这个方法的话要记得 就是吸饱了水之后把它拿出来 做好这两件事的话 我就不担心这个蟹枣篮度不了下啦 但是现在很多人的这个蟹枣篮 和我的这个不一样 因为现在蟹枣篮是处于一个新棉的状态 就是这个叶子乱啪啪的发摆 一点精神都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除了这个摆放的位置要改变 浇水的方式改成这种浸盆吧 还有就是要做好控水 每次浸盆的这个水不要太多 然后频率要降低 等这个土干透了之后再给它浸盆 不要让这个土湿满了水哦 最后在夏天的话 最好不要给这个蟹枣篮施肥 如果你看它生长得好的话 非常想给它施肥 那就给它施肥肥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哦